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汽车火锅频道 我们看到6月15号星期一 143节精彩539 我们报五支有中三支哦 三支的数字是1626及32 这是报五中三 还有财神爷终于有偏向我们这边了 好那我们看一下6月16号星期二 有什么数字可以做个参考 好第一个数字我们推荐是11 好看一下11怎么来的 好我看到最近几期的23开中间这个数字去找一下 好23在这边 5月20号星期三 23开中间前个数字22 他一样的隔一期开出22 好这是第一个版路 好再往下看23开中间哦 牵购数字是113 那他的 下面的隔一期有没有可能带出113 好这是第二个版路哦 这是一样的我看23的前个数字你要隔一期 122这是第一个 那这是第二个 23前面中期13隔一期 带出13 那最新的这一个数字是23一样开第三个中间的数字 他的前一期的数字11 隔一期会不会可能带出11 好这是我们第一个推荐的数字哦 11的数字 好再来我们看8位的数字 以及5位 5位我觉得也有可能会开出5位的 因为已经隔了三期 那我觉得5位应该会有可能会出来的数字 因为这样子16这边的数字 跟26 那我昨天有讲哦 23的隔一期都喜欢开出15 我不确定会不会再继续开15 好我从哪里啊 看一下哦 之前我看到前面的都喜欢开出 23开中 哎在这边 4月1号的时候 对这边4月1号的时候 星期三开23开中间有隔期又开出15哦 好那他也喜欢开出03跟08 也是有开出03 0815这个数字哦 又8位的数字 好我们再来看哦 往下看 23一样开中间的数字 好在这边 5月20号 那5月20号23开中间哦 隔期也是喜欢开15哦 也是有开出15 那2位5位也是都有哦 那也都有5位15的数字 再往下看 23 隔他也是 有12 以及15 18昨天已经开出了 那3位也是有 那也是有5位哦 23隔期也是有带出5位的数字 都有15哦 那5位数字都是有的 那23 5位的数字 有没有可能性 再我注意到 8尾 有可能有 有8尾 那8尾数字 我可能会推荐 2个数字 就是 08跟28 好我们看一下26开在 第4支哦 好我们看一下26哦 你看 5月11号 最近几节的26 它的隔期啊 都会出现08 这个数字 好26隔期都会出现08哦 那再来 5月27号 26 隔期也是带出08 再来26 隔期也是一样带出08 应该5月29号 好 08 好 再往下看哦 最新的26 有没有可能带出08的数字 好 那我们这推荐就是08 8尾数字还有另外一个8 可能就是28 要留意一下 我觉得28有可能性 好 我们看一下28的数字哦 那为什么推荐28有可能 我们看一下这趋势图哦 好 在这边哦 然后看到它星期二的时候 上上周28开这边 它隔期开出28 那这是一整个周期 从上一周这里 这框框 它出现在 这变化是 礼拜三28 那隔了一大周 那隔了一大周也就隔一周了 也是出现在礼拜三 是28 那它的上一个 数字是26 那26有可能28这边出现 27开这里了 27刚好隔两期 也呈现在这边的27隔两期 28的数字 所以我就可能有推荐28 08跟28 这两个数字 好 这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8位我可能就推荐 08 28 这两个数字 给大家做参考 8位就是08 28 这两个数字 好 再三 三位有没有可能性 好 近期我看到 10隔期都会出现035 好 我们看一下 10隔期去年03 机会蛮高 因为我稍微有整理过 看一下 就几次了 好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好3月20号 你看 礼拜五 10开出隔期开出03 好来到4月2号 也是10开出隔期开出03 好看一下 10 几乎最近的10隔期都带出03 你看 6月2号 10隔期也是带出03 3 那最近几期 会不会 这个10 他会不会可能带出03的机会 好 这是 一个啦 推荐三尾数字 可能又推荐03 这个数字 那这已经有1234 四个数字了 那还有没有可能5尾 5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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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会有可能就推荐两个5啦 然后35的话 是6月6号 的话35只有开出一次 6月份的话 已经月中了 那35 目前6月份的话 只有开出一次 那其他6月1号开始的话 6月1号开始是15一次 再2535 已经各开出一次了 好这是我所看到的 那36开这边 123 12隔两期 36开 隔两期 2 3 4 12 3 4 35 演绎其上去 5尾的数字的话 5尾的话 5尾的话 可能就最近就推荐25跟35啦 好 为什么推荐25跟35 好我看一下喔 5尾的数字 7尾有没有可能啊 我看一下7尾的话 开这边隔两期的7尾 18 下来都有17 也是有17的数字 0929 0617 5尾的话 25 2535 不敢讲说会没有 因为25也是在中间 那17可能性也是有 看一下喔 看一下 23下的隔一期的数字喔 23隔一期的数字喔 23隔一期数字 26 的隔一期3期 看一下喔 什么数字会比较妥当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喔 推荐的话就应该推荐5尾啦 因为23隔一期都会带出5尾的数字喔 你看 我们看到 23也都会带5尾 3尾完之后隔一期都会带5尾喔 33隔一期 35 也是有带5尾喔 03隔一期 也是有05 23隔一期 好 几乎都会有三尾 三尾带出都有带5尾一起来 看一下喔 65 这样看的话 5尾的话 可能就推荐25跟35 这几个 这两个数字 最近05出现的比较居多 还有15 15也是很多次喔 15一次 两次 这月是6月份的 那35出现次数比较少次 还有25也可以做个参考 那我在这边的话 5尾就推荐两个5尾的数字给大家做参考 就是一个是25 及35 那今天推荐的数字就是 有8尾5尾 1尾的话就11 3尾就03 这6个数字做参考 那我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预祝大家可以中奖喔 也希望可以顺利开出 好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收看与支持 拜拜